放在那個我們的論壇 所以你就自己加一下 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 要不就加錯地方 要不就加到別班去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就這樣 然後上課就這樣 我上課就是會把影片錄下來 然後呢會丟到論壇 然後你回去自己有些地方如果不太清楚的話 自己回去再 再複習一下 那理論上我會準備一些 我們已經在雲端上面的一些範例 所以你就再看一下 像上個禮拜的話 原則上我們是講那個 北市的住宅切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利用那個 錄製聚集 我們就可以產生我們需要的樞紐分析表 跟那個樞紐分析圖 然後上個禮拜的話基本上 已經把那個 就是折線圖跟比例圖畫出來 那今天的話就是 再把那個路接到的前10名的枝條圖畫出來 其實主要是 舉一些比較常用的圖表 然後呢如果你假設不希望說 利用這個 Essal的話 不要圖法煉鋼 而是說希望能夠讓他自動畫 畫這個圖表 的話 那當然呢我們可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利用那個錄製聚集 產生需要的那個程式 但是還是需要做一些修改 所以 上個星期的話基本上就是 把那個 資料給下載下來 然後增加三個欄位 然後並且畫折線圖跟畫那個比例圖 今天的話就把那個陸接到的前10名做出來 那並且 可以刪除 那個 就是一些資料工作表 大家基本上 就我預想大概就這五個按鈕 當然延伸性其實還蠻大 那你可以去做其他的 相關開放資料 不見得一定是台北市的住宅切道 資料 你可以做別的沒關係 你也可以練習其他的 那甚至圖表的部分呢你也可以自己換一個 換一個類型 所以上個星期的相關資料呢我一樣把它放在那個 論壇裡面那基本上呢大概就是 大概這 剛剛講的這些 這些部分 那其中的話我覺得比較重要的部分 大概幾個我覺得 可能就是要特別注意的 包含就是像那個 ADCH2這個 ADCH2這個 主要是 那個 這個方法其實非常重要 你錄製聚齊的話 其實他也會產生 可是他產生的時候呢 尤其像你將來圖要放哪裡的坐標 跟他的寬跟高 我建議是你後面再去補 這兩個資訊 這樣就OK了 所以以後你要圖放哪裡 其實基本上 在VBA裡面應該算是簡單的 簡單的事情 那我們就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呢再把它打開 所以上個禮拜 這邊 我們就是做了一個 叫住宅切道 資料的下載 那這裡的話當然主要我們是利用有一個 範本 叫做 用cretable物件 那這個物件的話其實就是產生一個connection 這connection的連線 那也就是在這個text的分號後面 主要就是這個網址 丟給他 那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範例還蠻萬用的 也就是說他其實 不只是說如果你假設你的文字檔 假如說是一個 網路的連結 HTTP開頭 可以 之外 將來你 也可以是一個檔案 比如說你假設那個檔案已經下載下來的話 其實 封號後面呢 可以給一個路徑 你 什麼意思 比如說我們這邊是一個 網路連結 對不對 這個連結的話當然呢 如果你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你可以把它下載 比如說假設 你這個檔案已經下載到這裡的話 那其實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喔 你說老師 那我 我有很多的檔案 那我已經下載在我的本機了 而不是在那個 網路上面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就 指向一個連結 當然可以啊 那怎麼改 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個路徑給他 比如說我下載 下載到這裡 對不對 我如果要改的話 其實是可以把它 我記得好像是直接可以改成 這個地方有沒有 就不要是HTTP了 因為你已經下載下來 你就是 給他一個什麼 C冒號 斜線 我剛剛把那個 Download的路徑下載下來 斜線後面的話 就是那個檔案的位置 我看一下 這個 我不改了 反正就是這一個 那記得他 會有副檔名的問題喔 所以如果你假設複製的時候 可能他記得有沒有 所以檢視裡面有一個叫副檔名 這個記得打勾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打勾 你看你點CSV 他沒有辦法選到 那會變成你沒有副檔名的話 那會沒辦法打開 點一下 有沒有 記得喔 這個檢視裡面這個副檔名給他打勾一下 然後把它改成這一個好了 這一串 我是建議啦 像這種檔名這麼長 我是建議應該用複製的 而且喔 我副檔名已經打開了嘛 所以這邊就有點CSV 這很重要喔 如果沒有點CSV 他就找不到那個檔案了 然後呢 你就是直接貼到這個後面有沒有 Download下面 記得這邊一定有一個反斜線 然後呢 裡面的檔案 這樣子的話呢 我試試看 我不確定 我記得好像這樣也OK 也就是將來那個Cretable 除了他可以抓那個 網路資料 之外 他其實也可以抓什麼 抓已經下載下來的那個檔案 就這個檔案 我試一下好了 OK 如果可以的話 那這樣就方便了 有沒有 可以吧 OK 所以以後 假如說呢 你是一個檔案的話 其實也可以直接給他一個路徑 所以以後要問說 老師那如果在 那個什麼 VBA裡面喔 如果要匯入那個 文字檔案的話 那要怎麼做 就這樣做就OK啦 有沒有 如果你假設匯一個 可以嗎 如果你要匯很多個 也可以啊 比如說你要把很多個檔案合併到Excel裡面 那就是先匯一個 然後再匯下一 反正跑個回圈就好了 回圈裡面的話 就是這個檔名 一直變動 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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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然後再把檔案放在下面 放在下面 放在下面 那不就全部合併在一起嗎 OK好 這個是延伸順便 順便講一下 因為我發現Cretable 真的還蠻好用的 OK 沒有 當然你在那個 VBA裡面要開 外部的文字檔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還有很多啦 可是我覺得這個方法應該算是 最簡單吧 而且 它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編碼方式有沒有 你也可以去變動 這樣其實就還蠻夠用的 所以我覺得 Cretable來開檔 應該是還蠻OK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剛剛 是把那個檔案下載一下 有沒有 然後把它改一下 就這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在 再把那個 就是 封號後面這一串 OK 其實可能就是那個路徑 我是建議用貼的啦 你不要貼錯 理論上應該檔案都可以下載 下來 你們待會也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 上個禮拜就是 把檔案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最後再插入 三個欄位 分別就是黏 OK 然後再來就區 有沒有 我是用那個AutoFill 就是 先插入一個 這個 公式 然後向下填滿 年區 然後再來就是 錄接到 OK 然後呢 我們有這個資料之後的話 再去繪製什麼 繪製折線圖 所以上個禮拜是 錄製那個 歷年切到折線圖 並且 把它畫出 這個圖表出來 那其中的話 當然前面這個是 第一個step 所以錄製過程上禮拜有講到 所以我就 不重 不贅述啦 所以這個可能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這個的話呢 其實 裡面 看比較重要的應該是 錄的時候呢 可能要注意就是那個 那個順序 記得就是 先把年拖到尺 再把年拖 這個可能步驟要特別小心 如果你錄製的過程顛倒 那會 產生 程式的bug 為什麼會有那個bug 我不太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顛倒過來 錄製我發現 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 第一個 所以 上個禮拜 我們是 錄了這個 如何把 這個樞紐分析表 透過錄製去 產生我們需要的程式 那其中的話當然有改了一些東西 我想細節部分可能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我有把那個工作表名稱變更 所以我加上新稱工作表 之後 然後呢 變更他的 工作表名稱 那這一行我建議 可能還是 如果可以 可以記得起來 最好 因為他名稱 還蠻好記的 就是 目前的工作表 有沒有 就是active sheet 點內 後面的話加上呢 我們要給他的一個工作表名稱 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把 工作表名稱 直接就幫我變更了 那好處就是說 將來 我工作表名稱 就不會一直 出現那個什麼 工作表 工作表1 工作表2 工作表3 一直重複一些 一些 他這個 這個名稱出來 其他好像還有改哪 就是這個地方的 位置前面有一個工作表 的名稱 那個可以把它刪掉 還有就是說那個 有一個version 版本的部分 我上禮拜有提到 所以如果細節部分 可能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另外就是畫圖 這個圖 這個圖其實 錄製的時候不用 全部錄製 你那個坐標跟 寬 跟高 其實可以後補 那其實我們錄完之後呢 基本上最後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 在這個 ADCH2後面 這個地方 本來沒有 沒有坐標 所以坐標的話呢 就是LAD跟TOP 那也就是說如果今天要畫圖 把這個圖放在 第2 儲存格的 左上角 這個點的話 那你就是在 ADCH2 第3跟第4 這兩個參數加一下 他就幫我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OK 那寬跟高的話呢 其實就是後面 就是寬的話呢 就是我們是用 他一個屬性 叫做哪一個儲存格 第2這個儲存格 RANGE第2 這個儲存格的寬度 V10 V10的話 指的就是寬度 乘上10 就是10 個 儲存格的寬度 那高的話呢 乘上15 OK 最後的話 很快的喔 你會發現我要畫個圖啦 在這裡其實就還蠻方便的 有沒有 ADCH2 他會先幫我怎麼樣 先畫一個 一個圖出來 這個就是一個SHARP 有沒有SHARP 然後呢 後面再補上什麼 他的Source Source就是他資料來源 所以把這個資料來源給他一下 你會發現就把圖給畫出來了 然後後面的話 折線圖 就繪製出現了 那底下這些都是自己 錄製的啦 最後只有補 好像只有底下這一行 就是說 這一個 旁邊本來有一個叫做 Legend 那個叫 圖粒啦 那個圖粒 如果你假設不想要讓他出現的話 我上個禮拜好像講到就是 你可以記一下 ACUTRA 點 後面記得這個可以自己自己去選 叫HAS Legend 把它關掉 等於FALSE 那這樣好處就是那個圖粒就不會一直出現 不然如果你用路的用刪的 好像都會有出問題的可能性 用這個方式 反而比較保險 OK 比較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 做了一個 例年折線圖出來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 就是 各區比例圖 OK 這個 把它跑一下 這是不是寫錯了 HasLegend 等於FALSE OK 要寫到那個 應該是這個 ActiveChart 因為目前指的是ActiveChart 它有沒有ActiveChart 好像沒有 不然的話可能就是要放在那個 這個ActiveChart 裡面 不然就放這邊 OK 跟它放一起 重跑一下 OK 反正就是 讓這個圖 畫出來 其他的話應該就OK了 這樣應該沒問題 把它放在上面好了 跟這個ActiveChart 放一起 不然的話可能那個物件就不見了 找不到 OK 再來就是那個 歷年的 各區的 比例圖 OK 就把它畫出來 這比較特別的就是 這一塊 有沒有 可以把它炸開來 OK 然後比例 上面就是要加上那個標籤 就完成 這個 比例圖部分 最後的話 如果希望可以根據路接到 把那個前10名的 列出來的話 那做法差不多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所以剛剛比較 特別的啦 我覺得就是說那個 Creditable 這個物件 是可以 針對的不是 遠端的那個 就是HTTP的一個連結 也可以是一個 本機的 某一個檔案 這個我覺得可以用在 蠻多地方上面 如果你將來要開 某一個文字檔 其實也可以用 Creditable來開 其實 倒也沒有不行 而且效率上我發現 也還蠻OK的 也沒什麼問題 試一下